透过金星和四元素的关系 让你一秒钟看懂你的恋爱观 其实在詹学中 金星代表了人们如何给予和接受爱 他的位置表明了一个人对感情的感知 而在不同的有元素中 金星所表现出的风格也完全不同 比如金星在火线星座中的人 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是一个热情的人 但实际上这种热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热情 会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一段亲密关系 所以往往也会忽视恋人的梦想和欲望 再比如金星在土线星座的人 他们更倾限于稳固长期的亲密关系 尽管他们在建立新的亲密关系方面 常常会有些谨慎但相对应的 一旦做出了决定 他们就会亲近所能的为这个决定负责 还有金星在水线星座的人 他们最容易接受爱的表达 尽管他们在建立新的恋爱关系方面 有些自我保护的态度 但如果他们建立了恋爱关系 就会不遗余力的关心他们的爱人 最后是金星在风向星座的人 他们会认为交流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们也喜欢分享爱情中的想法 喜欢与伴侣交流情感 这个下意性的人常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风趣和幽默 和他们交往很容易让你感受到浮沫穿风的状态 但他们承诺的往往会比他们能做到的要多